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7年 当培训功能 罗美知识师姐讲说 希望能够透过笔根 蚊虹 能够有一些文字的记录 那时候她就说 其实师姐 您就是去邀你们培训的来参加 那我去邀人家 当然我自己要进来啊 所以就这样子进来了 我发现说我曾善美那时候 是没有进步那么快 一定要这样子 我以后的那个事件 我会看得比较清楚 透过摸索的 所以真正曾善美 让我自己成长的话 应该是从街 设计历史的一个窗口 所以我常常就是也保住 到我没家里面来 写一个连表 人事实地如果都有了 那还要多一个字 或多两个字的话 要怎么去拿呢 要怎么去检查 或是增加 就会互相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一起成长就对了 这几年一直在透过那个 练修给他们一个回馈 所以非常花时间 一般我们搞 两三个钟头 跑不掉的 都要有相当于一份耐心 不过从中会觉得说 花这些时间的话 其实是值得啦 我也就是要进化人心嘛 那我们的文字当然是 更应该要精准一点 每天都会你想 而且四点多 人家都在睡觉 你就想要来这边拜金 因为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啦 既然我 我有一点点的经验的话 我应该在后制的工作 比如说 就是历史方面啦 我更应该要去花一些心思去做 因为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 我告诉我自己 曾塞北这个功能一定要做 曾塞北是永远的功能值啦